悟空再次得到合体耳环 谁知浪货的他直接拒绝我要靠实力打败博 老界王神破口大骂这可不是去参加格斗大赛 而是关乎宇宙命运 贝吉塔则第一次赞同悟空的想法 也直接把耳环捏碎夸奖不愧是我们战斗民族塞亚人 此时疯狂破坏的魔人不欧已经来到大界王星 不明所以的排骨饭轻蔑地按着他头 小子哪里来得这么狂妄 所幸魔人不欧脾气好不喜欢滥杀无辜 而是直接聚起超大光波要把大界王星炸掉 灵魂克林和雅木茶同时打出光波 而那当然无效只能充当不欧光波的养量 情况紧急悟空不敢耽误立刻要顺移过去战斗 贝吉塔赶紧阻拦 借王神界坚硬无比在这里才能更好战斗 既然魔人不欧的目标是我们两个 那我们就主动释放气息吸引他 果然虽然隔着数亿里 但不欧还是瞬间感应到 取消光球直接顺一下一秒已经抵达借王神界 悟空让戒王神等人快顺移离开 可他们都忘记撒旦和狗还留在这里 与不欧的决战终于要正式开始 悟空和贝吉塔进神奇的猜拳决定谁先上 这把远处观战的老戒王神经的再次破口大骂 真是两个笨蛋 经过一番激烈对决最终悟空获胜 贝吉塔只好一脸不服取消超赛 战斗前悟空又淡淡叙述 其实在胖不欧的时候我就能用超三打败他 不过当时想把机会留给年轻一代 突然发现贝吉塔进根本没听早已离开 好吧不欧我们开始战斗吧 但发现不欧站着根本一动不动悟空佩服 没想到能这么冷静 悟空整个人都压麻呆住了 但想起不欧杀了那么多无辜 立刻震惊爆气进入战斗状态 被惊醒的不欧也像大猩猩一样 开始疯狂垂击胸口 悟空见他垂个没完直接率先发起攻击 战斗开始先给大家推荐款龙珠手 里面有塞亚人队伍宇宙人军团 而且现在上线就送反例活动 赶快点击左下角获得你想要的超级英雄吧 而不欧就像玩弄般挨着打也还不停锤 悟空一脚狠狠将之踹飞 他依旧在锤着胸口重重砸进岩石 悟空继续进攻不欧终于反击手中打出光波 而悟空瞬间躲过膝盖狠狠打在他肚子 借着一套腿上连招只把他打得颠三倒四 最后手中会出超大光波对着不欧脸强力轰出 撒旦抱着狗激动庆祝金发老兄赢了 贝吉塔依然认真观战 这当然对不欧来说就是热身粉碎的肉体快速融合 剑挨完奏还在大笑悟空浑身爆发闪电再次进攻 而显然不欧的速度更快一拳打在他脸 两人你一拳我一拳互相伤害 悟空后撤瞬间使出扫荡腿不欧头瞬间缩下躲过 而此时悟空的另一条腿已经踹出 接着是不欧的腿上功夫展示 悟空稳稳坐着防守静待时机 终于抓住破绽身体瞬间倒立腿重重扫在不欧脖子 被打飞的不欧快速稳住身体回击光波 两人再次开始一波轰击战 不得不说这波战斗实在精彩 两人招式动作衔接流畅动漫组简直用心 二人招式动作衔接流畅动员